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膜 小面膜 换季了我脸很干 那么废话放一边 我这个火烈调到100 咱们进行开麦 First one Rayhana Superball中场秀宣布喜得二胎 这是一个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好东西 然后Rayhana中场秀那一期 我好像投错了分区 我不应该投到娱乐区 要慢的需要查东西的解析 当然就比不上花边西门的速度快 所以那一条也是石层大海 关于Rayhana为什么选择Alaya 以及Alaya品牌的介绍 链接放在下边 This look is very good But I don't think she should wear this to Oscar 这是一条非常costum的裙子 更像是大地之母歌舞剧 最后一幕的演出服 在侧面一张细节 看得很清楚 上半身它是用皮革这样 一条一条缠绕拼接 非常高超的做出了一个 非常合身的胸部曲线 但是这个棕色有一点像斯巴达的Kaiser 去格兰美可以 来奥斯卡好像有一点过 因为奥斯卡应该是最正式的 最有格调的晚宴级别的场合 没有之一 所以这个款式有一点不够正式 然后消费上的裙子 侧边这一条镂空镂空的设计 其实参考了品牌的标志性绷带装 品牌还用同样的概念 去为一个包 就是这样 一条一条的设计 可能很多年轻小伙伴会觉得说 觉得这个很性感 但是呢 设计上来讲 或者是工艺上来说 这里有一个 不应该出现在高级时装屋的 别触我的一个点 它侧边的省道转移没有做好 这个一眼就看得出 是在一条很基本的版型上做的变形 但是呢 好的设计 尤其是高级时装屋 是绝对不会在这里 做这么多明确的 一条一条的接缝的 它破坏了这侧边 每一条绷带 都应该是流畅的 顺滑的这个感觉 在这样明显没有任何用处的省道 出现在这些 本该是非常光滑的表面 这个 偷懒了 It's not professional or ethical Litarily Sauro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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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风格有一点不对 工艺上有硬伤 总体来说 我不喜欢 表演的这一套 黑化版的牛扎 这一件虽然是来自于 Maiso Mangella 而且是我最爱的特决师之一 John Galliano 也是不影响我 不喜欢这件上衣 这每一条 都很像佛堂上的长帆 所以看着这件衣服 我觉得非常的拧棒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佛系 没有这么性感的衣服 而且同样的元素 每一条这样一条就挂上去 其实是最差劲的一种 Nabuchin dress的思路 No no 所以这两个造型 在我这儿啊 今天晚上属于斯带 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打在公屏上 这是评论区留言哈 下一位 Lady Gaga Ligubi老师 这是一条骨沟群 红台女明星 这张手则有三条 有胸 露胸 没有胸 露腿 没有腿 露背 这一件是范斯杰的Versace 三天前在LA刚走完的 二三秋冬秀 那场秀 声势虽然浩大 但是秀款 我也是不怎么喜欢 因为去掉的品牌 所有的标志性元素 比如说巴洛克印花 比如说之前大阪人宣传的 Lagreka回忆行文 还有标志性元素 金色的区别针 还有各种各样的金色配饰 这些全部去掉之后 这场秀看着完全不像主线 像品牌的副线 Versus 或者是像副线的副线 Versace Collection Versace Jeans Collection 我们嘎嘎这一件很好看 保留了紧身的扩形 和威闲性感的风格 Lagreka这套其实是上上级 这一件的变形款 窄群版的设计 有一个非常规的设计方式 一般都是一个V型 进行一个向上收 侧边向下弯的虎 所以看似拉长了腰的比例 压缩了腿的比例 但实际上就是增加了腰臀比 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 腹部全面露出 但是你不觉得它胖的裙子 嘎嘎这一件 是在这条的基础上 背后继续拔到最底 然后一个大的散裙 谷勾群在服装室上 一楼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设计 比如说Valentino 20年春夏成衣 还有Discredit II 2006年的设计 以及Helory Swank 在2005年参加奥斯卡的那天的背群 还有Kate Blanchett 2000年参加奥斯卡的时候 的这一条 最经典 最有冲击力的 要数1972年的 法国喜剧电影 叫金八大个子 而且电影里有两条 这个电影 当年CCTV6还播过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设计 它很威胁 我还是非常喜欢 但这个装我不喜欢 今天下手 好像都是狠 下一位 Kate Blanchett 大魔王 二很好看 一分钟没有快签看完了 这一件 Louis Vuitton costume made for her 如果不说是LV 真的是看不出来 和修装款 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Nikolas的风格 越走越偏 最近这五年 它打造的这个女装风格 我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合适的场合 或者是一个身份去穿 就是奇怪 奇怪 奇奇怪怪 这条如果不说 其实风格更像 Amani Brevet 这个丝绒的材质 自带一种天然的贵气属性 我很喜欢这个拉平的肩膜线条 非常像古希腊的一种衣服 叫Toga 四八样式 接着那个短的披风 特别当时是只有男性能穿的服装特点 所以这里很符合大魔王的气质 然后刚刚走完的圣楼兰二三秋冬 也有好多超级大宽肩 以及类似的披风造型 非常好看 但也非常难穿 然后那一期的学长解析 我有发过预约 放心 不会取消的 只是顺言了一下 下周 下周 这一件前不着词 后不着点 又来自于LV的礼服 我觉得 不是我觉得 是一定是 最佳女主 最佳女配 一共就十个坑位 所以品牌背后这些集团 一定是花了大价钱 让这些明星去穿 她的衣服的 即使我们有合适的 我们也给你单独做一套 就是为了挂我们的名字 下面这两个人 可以放在一起说 Niko Gittman Halli Berry 查了一下 妮可今年55岁 Halli Berry今年56岁 最近欧美 一定是有什么新的黑科技 所有的女明星 集体回春 一个比一个漂亮 这两个人可以围成这样 今晚就封为黑白无常好了 因为不断年龄相仿 颜色相配 而且某种程度上 还是一种状款 GP款 要知道状款 在服装界 尤其是在礼服界 这一个小范围内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 所以呢 就会有一些局外人 会赚这种类似的款 就来拉彩 说谁又抄了谁 咱们就不点名四谁了啊 那种很低级 很低级 黑无常 Niko Gittman这一件 来自于 二三的春夏高定 就像这个 内里做到天充的 这两朵蝴蝶结 实在是莫名其妙 能改成的话 真的是改得太好 太好 然后白无常 Halli Berry 脖子上的五朵金花 有一点多 因为小类领 再上这种斜肩的款式 应该只保留 一朵 没有领子 或者是一字肩 你才做一排 又是类领 又是一排 五朵金花 这个逻辑不太对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先给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她下一秒 就要跳民主舞了 下一位 Jesuka Chastain 我们的老摩姐 Of course she's in Gucci 这一件 我觉得应该把 黑色和银色亮片的部分 对调 黑色 修身 连衣裙 然后在胸口 以及后背 用银色的高光 进行点亮 这个逻辑才正常 因为现在这样 看起来好像是一条 斧顶的挂双玉 好饿 如果想保留 这个银色 啥样的感觉 那这个包边 应该用白色 然后后边 那个皮股缝里 那个托尾 应该也是白色 在一个浅色上 做出一个 更浅的颜色来 进行点亮 而不是用一个 更深的颜色的 框柱 不理解 下一位 Runay Mura 龙文神的女孩 配合她苍白的肤色 仿佛是维多利亚 时期一个古堡里 被窗帘缠住 不得脱身的女鬼 你去参观的时候 和大部队走散了 然后你拐进了一个 不知名的角落 而且 那个窗帘 一直在动 飘飘飘飘 然后你掀开窗帘 你们对视三秒之后 她看着你说 Help me a bit 如果以传统审美标准 奥斯卡红毯的标准的话 这一件 几乎是精准的 踩中了所有的雷区 驼背 压胸 窄尖 头大 而且小腹突出 但如果以设计视角度 我可能会得出一个 完全相反的结论 我非常喜欢这个造型 因为我第一眼都认出 这个是 Eachina McQueen的 Archive 裙子是08年的秀款 奔在那里之后的 Oft Party 又搭了这一件 2016年的秀款 一件长的军装夹克 08年的秀场 McQueen编织出一个 戏剧张力非常强的梦境 她自己的花园里 有一棵600岁的榆树 所以她编织了一个 住在住的女孩 从黑暗中走出 并成为王后的故事 整个秀场上 有维多利亚女王 有婚礼宫公爵 和印度帝王 穿插着剪裁严谨的 军装燕尾服 紧身裤 还有军装细节 修身的紧缎 泡布插裤装 搭配清爽的 白色高领衬衫 这是一个精致程度 堪比高定的成余系列 而且McQueen这一年宣布了 公司终于盈利的消息 而Rone本身就是一个 很特别的 类型片女演员 她苍白 神秘脆弱 之所以我觉得好看 是因为她或者她造型团队 非常精准 和她的个性 而且懂她的风格 关于这个造型 这种官媒体评论 这是今年的 十大最烂造型之一 所以哪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公屏上 欢迎留言啊 接着这一组 我们换一个方式 一句话短评 Austin Butler 我需要同款 无论是枪拨领西装 窄肩微笑的扩行 还是修长笔直的长裤 还是这一双半高跟着皮鞋 我需要同款 Andrea She looks like Totty Burgess had a chemo OK That's rude I'm sorry 虽然是McQueen她定制的 但这个造型 从头到脚 我都讨厌 这个蕾丝 排布的方式 扩行 一个装造 我仔细地搜了一下 我没有在全网 找到任何一条 他生病的信息 所以这个造型 就不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是一种choice 一个bad choice Bedro Bosco 演了电影改编 新剧无人生还 The Last of Us Now he's the daddy of the internet 一个裤脚 突破的样子 非常像Daddy's pants Anna de Armas Louis Whitton 他是一个勇敢走出 舒适圈的 中餐一级爱好者 把欧美老式中餐厅 每桌都要上的免费虾片 封在裙子上 4个小时的颁奖典礼嘛 对吧 另外可以拿出来喊一篇 这个设计很贴心 Florence Paul in Valentino Au Couture 一份环保报纸 Sama in Gucci 红 油 辣 条 Terms需要说一下 She gave terms and conditions 这是一个美的 不管别人死活的裙子 最开始呢 冲心上是有一点点傲慢 但是脸上这个 smug的这个表情 就觉得 他根本不在乎 后面的人看不看得见 因为通常情况下 我非常非常讨厌那些 自私甚高的 道德感无敌的 网络声明 但是这一届 你完全有机会 进内场再换一套嘛 然后呢 这家还被全网 马上热搜 他发了一条tweet 可以说是败坏了最后一点路人员 Selfish Bitch Michelle Williams Boring as fuck Who are you wearing? Oh Chanel Of course Emily Blunt 一脚快用完的厨房用纸 巨石强森 她是在纽约 第五大道高端餐厅工作的领班 情人节之夜 这是服务员的特别造型 看起来今晚演演队应该不错 她刚给第八桌的客人 开了一瓶02年的Chatea Holly Bailey 裙子颜色很漂亮 但是我是不会去电影院 支持小美人鱼的 于是你完全可以单独为黑人 写一个全新的角色 而不是把一个经典角色 交给一个最合适的人来演 Period 接下来再说几件 值得认真聊聊的造型 Jamie Lee Curtis 很多人可能这个大姐 完全没有印象怕 而且她还是来自电影世家 父亲是和买连梦露搭档过的 大明星 Honey Curtis 母亲是惊魂机的浴室里 被谋杀前见见的女演员 Jenna Leigh 这也是Jamie Lee 从养30年第一次服的 奥斯卡批评 而且一提一重 对于一个性格这么搞笑的大姐 这件香煎煎的裙子 实在是太正常了 杨子琼 迪奥高定 有人说小家的气 有人说太少女 我说我根本看不出来是迪奥 不过迪奥一定花了很多钱 五个入院女主角 两套LV 一套迪奥 然后一套Chanel 对于时尚品牌来说 竞争太激烈 奥斯卡 最大女主角 名垂千古的 所以这个坑位 一定要占 至于是不是手穿 杨子琼都不在乎呢 是不是 会在乎的人 应该也只有内娱会计较吧 毕竟也没有拿出手的作品 可以说嘴 只好天天吹说 我们穿了什么衣服咯 值得一提的是珠宝部分 全部来自于木杀衣服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品牌 我不知道杨子琼 他是有股份 还是和品牌的现任继承人 他们是世交 他最近至少五个大型活动 全部是木杀衣服的珠宝 上一期呢 有人坚定不移的 在弹幕和评论区 大刷说 我这个一日出现的通稿 这个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他造谣我这小三 死盘的扣头上 这个名声已经坏了 但是我全没收到 你说切不切人 所以作为今年唯一一个 参加奥斯卡的内地女演员 她的造型我先不讲 原因在动态里面 我发布过比较详细的解释 后面单独做一期 不要错过哈 不能够我单独做一期 因为泄流真的很麻烦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成本内容 由大家喜欢的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 投币 欢迎订阅点赞位 我们明天见了 明天讲奥斯卡的after party 妖魔鬼怪众多 很精彩 不要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